大家好 这个今天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些操作 机器操作 因为群里的用户 很多人都对这个PR 他他这个操作很质疑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拿到手的这台机器 我不管是什么机器 我首先要熟悉一段时间 然后我才能发表我的观点 如果在没有操作之前 我用惯性思维 就是说我用之前笔记本是什么样子的 台式机是什么样子的 传统的键盘是什么样子的 传统鼠标是什么样子的 来跟我这台机器对比 那就没意思了 毕竟这是一台变邪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他无论他他改变了什么功能 我首先要去习惯 然后我来首先 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并不是最新的 这个键盘的布局并不是最新的 这个上面这一排呢 后面是改了的 你要你们要看 就是说你们拿到机器的 那个键盘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要去官网的那个Pocket 2的这个专题页去看 而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是个我们第一版的 这个不合理 然后后来都改了 这个特别键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这个盾号键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它对调的 这个什么接屏键啊 上面都有组合键 然后另外就是上面这一排 上面这排这些大家都应该很知道了 这个鼠标左键这个鼠标右键这个是那个 呃 那个一键静音 这个是 呃 那个音量关闭 这音量减 音量加 然后那个 呃 这个是 亮度调节 啊 这个是这个是那个电影开关 这个是关系收视鼠标 嗯 下面这一排其实也变了 这个是pickup pickdown 应该这个这两个应该是对调的 后面键应该是对调的 呃 然后 群里电话呢 很多人提出来说 有有些人提出来说 如果我 我习惯性的操作 比如说我看一个网页 我看看某一段不错 我想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 粘贴到那个 群里或者发发发消息 发给这个微信的朋友圈 那我要怎么操作啊 你要演示一下 我说可以啊 我今天就演示一下 那首先我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首先我们 呃 我们来打开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网页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页面 打开一个页面看一下啊 首先 首先 我觉得 操作这个页面看的时候呢 我如果说你习惯于用鼠标来 来浏览网页 那你可能后面你可能要习惯于去用 上下左键 或者是组合键 一页一页的这个切换 那如果说你用 你想你想那个 仍然想用鼠标的话呢 实际上我也没用多久 我就用了 我从机器出来一直到现在 我累积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嗯 那我觉得用这个鼠标操作也很好 没问题 那么那么如果我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那个 就说如果我想复制一段文字到那个 网页上的一段文字 拔到群里面或者是我想把它保存 呃这个操作你要演示一下 我说可以啊 其实很简单 你打开一个网页啊 你你如果你如果是想 选中某一段 就很简单 你你只要按住鼠标的这个 左键 把光标定位的定位在 你要选择这个段落的头部 然后按住鼠标左键 然后拖动这个光学收支鼠标 啊 然后Ctrl 加C Ctrl加C 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关 关闭动量器 复制到文本里面 Ctrl加V 这一段 就复制下来了 当然如果说你 你还有什么其他高明的操作方法啊 呃我不知道的那肯定是有 但是我 如果我我操作的话就是这么操作 然后呃 还有人说你这个 你你你你这个既然是办公 那你首先要演示一些办公软件啊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我们我今天呢拿来 我今天是拿了一个 就是说一个小说来 来做演示 这个小说的名字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大秦帝国 大秦帝国呢是网上很流行的 一本那个我老小说 呃 他的这个文件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个文件的大小 这文件的大小是 6.06兆 6.06兆 他的页数是4000多页 呃这是一个排过版的 排过版的那个 那个world文件 呃 我会把这个文件分享到群空间里面 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已经排过版的 呃大家可以呃按照 可以我按照我后续的操作也去测试一下 那我测试的是什么呢 测试的就是 这个 库瑞M3的这个算理 呃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把这个world文件 存成pdf文件 这个过程可能要长一点 呃为什么 为什么用 为什么用大秦帝国呢 因为他不像说我是几页的world文件 我存成pdf 这个页数是 4000多页 呃字数是405万字 啊如果说你你你你不信 你可以看一下我我我我把 我把这个机器 呃镜头拉近然后你看一下啊 他正在读正在读 呃现在已经读了3000多页 也就是说这个word的文件要打开 完全打开的话 呃需要一定时间 但是他现在已经打开了 前面的已经打开了 后面的还在读 啊 现在4000 现在已经停了 是4842页 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页数啊 其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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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这个文件分享到那个群空间 嗯 你们用你们的机器去 呃也也 也测试一下看你们用多长时间才把这个word文件保存成pdf文件 嗯 那我现在演示一下他另存啊 嗯 嗯 嗯 那么他在另存的过程中呢我要说一下这个这个我呃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保存是上午我演示了一下我演示了一下大概用了9分钟左右如果说你们不信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呃机器 所以 嗯 右呃 右下角这个时间时间一秒为单位在在在在 在衔接 那我现在不动 这台机器我现在不动 呃 你们可以计算一下到底用了多久 然后你们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机器呃 也去把它存成pdf文件你计算一下用了多久 你就知道这个crime处理器它的算力是什么样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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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аж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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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